超级神手的技能已经知道了 三个特殊技能的工厂 还可以自己搭配两本书 第一个技能叫咒服夜出 第二个技能叫神主鬼没 第三个技能叫溜之大吉 咒服夜之夜晚比白天更加活跃 这个技能是啥不知道 神主鬼没常常隐身保护自己 四级给敌人致命一击 这个也不知道 这个是行动如鸣搜的一声不见了 很多技能感觉有点冲突 这个隐身和搜的一声消失不见 消失不见跟隐身有啥区别 溜之大吉可能是一个防御性的技能 超级躲避 超级躲避 比如说能一刀秒杀你的时候 召唤兽直接躲避过去 正常你这次召唤兽三千血 打你五千血的时候就打不死 这个技能强不强 这个隐身的话是隐身不掉伤害 然后这个然后对不对 然后下回合主动隐身不掉伤害五回合 然后下回合出手的时候三倍攻击 游戏里应该可以查到了 等会咱们看一下 咒服夜出夜战的增强版 来我们看一下超级神鼠 我操如果那招玩手要直接跑的话 那他妈太坑了 我他妈的买个神兽永生的技能 我需要你拿来跑的吗 来看一下咒服夜出 咒服夜出 咒服夜出 物理伤害 夜间物理伤害不会减少 并提高10% 躲避率增加10% 兄弟们夜战的增强版本 咒服夜出 来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超级神鼠 咒服夜出 咒服夜出 这种是这种不会出授觉的 咒服夜出 夜战增强版本 兄弟们相当于夜战加高头吧 兄弟们夜战增强版本并且加10%的伤害结果 早期的龙魂和神马出了就出了后期的就不会再出了 像护盾啊这些我觉得应该都不会出了出了他营养市场平衡了 好再看第2个技能啊 第2技能叫神出鬼没 神出鬼没啊 我操这个技能畜生啊兄弟们 妈的这个这个宝宝畜生啊 神出鬼没啊 兄弟们啊 现在有一个问题 该技能啊 与神出鬼没有受决 这呢啊 该技能不与隐身高级隐身共存 修罗隐身的状态本身是掉伤害的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修罗隐身啊 这个是啊 进入战斗啊 进入战斗啊 相当于低级隐身的啊效果啊 然后呢 呃 隐身状态下伤害效果啊 再增加10%啊 再增加10%的伤害效果啊 来我们看一下修罗隐身啊 修罗隐身 修罗隐身的话啊 啊 利地斧单批实用技能啊 群批实不掉攻击 兄弟们不掉攻击 不掉攻击 进入战斗低级隐身的效果啊 啊 不仅不掉攻击啊 不仅 不掉攻击啊 还加10%啊 他这个黑天白天都能用啊 黑天白天都能用啊 不 他说是修罗隐身 他说是修罗隐身 刚才那个技能是修罗隐身 他说的不是隐身的效果啊 我们再问一下神出鬼没 这不是呢吗 进入修罗隐身状态 不是隐身状态 修罗隐身 我在我的 我的兄弟们 你们先听我的理解啊 我的理解呢 是修罗隐身 是地府的人物的技能 人物的技能 使一个单位 进入隐身状态的时候 他是不掉伤害的 但是隐身的话 他是掉伤害的啊 所以说我的理解是 这个宝宝没有负面的 降伤害的效果 隐身直接加10% 隐身 来我们看一下隐身的效果啊 啊 这不是呢吗 在隐身状态下啊 隐身状态下会这个降低啊 啊 那这个应该也会降低20% 嗯 应该 来现在这个最大的疑问啊 最大的疑问啊 啊 要不要降低隐身啊 自带的啊 20效果啊 好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最后的一个技能 最后的一个技能叫溜之大吉啊 我觉得是一个生存类的技能 溜之大吉啊 不掉啊 来看一下隐身技能啊 隐身技能的话 进入战胆是自动获得 他再次提到了修罗隐身啊 隐身可以感受到 在隐身状态下物理工具店 恢复啊 这个现任后恢复啊 嗯 自动获得修罗隐身 对啊 那个也是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只有程序员 才会知道的一个内部的一个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一旦降不降伤害 其实你回头这个宝宝一出 你就能测试出来 两三回合引擎出来 没有伤害 你没有提升 你就知道了 下一个技能叫溜之大吉啊 溜之大吉 溜之大吉的话是自身速度提高20% 那这个技能你们觉得有用吗 这基本上他妈啥用啊 大哥 但是他的宝宝好像躲避很高 这只宝宝躲避高有用吗 我靠 溜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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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是 嗯 速度增加20%啊 那这只宝宝授决 其他的还有 还有两本授决可以自选 那下一本书一定是偷袭 是吧 有人说一溜之大吉不就高敏吗 比高敏增加了一个他妈的躲避啊 高敏不增加躲避啊 偷高级偷袭啊 高级偷袭是必打的啊 高级偷袭 然后打高级必杀 嗯 高级偷袭高级必杀 嗯 有高币高那其实这个宝宝阔湖啊 夜战增强 夜战增强 嗯 夜战增强 然后这个是 嗯 高隐身啊 增强 然后是高敏啊 高敏啊 增加躲避啊 那那其实好像 这五个技能下来呢 就是啊 高夜 高隐 高敏 高偷 高臂 缺高连 缺高西 缺善恶套 但是呢 呃 但是就看这个技能了吧 学生们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这个技能最关键 这个你们觉得啊 他的他的这个技能不说是隐身叫神出鬼没 但是隐身是掉20% 他这个没说不掉 还加10%的效果啊 我们主要还是在神出鬼没这看啊 但是好像 好像五开不会用这种宝宝 你们说有有人会喜欢刚开局就自动隐身的召唤兽吗 耽误时间吧 好像抓鬼的话也用处不是很大啊 这只宝宝就看这个技能了啊 隐身状态下 他说隐身状态下伤害效果提升10% 原来是降20%提升10% 躲避再增加10%啊 所以说啊 兄弟们这只宝宝 我的理解不要打高连啊 一拳超人 他是不是可以发挥出150%的攻击力 你们这么想啊 这只宝宝我觉得不应该打高连啊 应该是应该是不仅不掉攻击啊 不仅不掉啊 不掉攻击20% 那这个效果咱们就等于前三回合加10%的效果啊 前三回合加10% 再加10% 然后他跟高头是不冲突的 他可以达到一个130%的伤害结果啊 130%啊伤害结果啊 那 正常的宝宝宝是110%对吧 就是一个普通的1再加上偷袭 这是130%啊 130% 为什么是120亿呢 累积高偷是10% 高偷10% 夜战 夜战啊 晚上增加10%啊 对对对对对 再打强力 不打强力 我觉得这个是宝宝 攻击结果堆的那么高 就不要打连击了 因为连击是掉攻击结果的吧 连击 和高级连击降低25%的伤害结果 对吧 伤害结果降低25% 所以说这只宝宝可能还是很强 前几回合应该很强啊 来我们看一下这只宝宝的动态图啊 起伏石也出了啊兄弟们 起伏石也出了啊 好 搜索啊 超级神属 我觉得这只宝宝可能 超级神属 超级神属 谁有超级神属的图片 我刚才看见公屏有人发了啊 好 他这个指引怎么跟我的指引不一样呢 哇 神兽可以快速的一览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还真的有超级神属 我操 66666 啊 法术型他妈就基本等于送 兄弟们 但是我跟大家讲啊 法术型的召唤兽呢 可以打 驱迷 好 咒服夜出啊 物理 夜间物理伤害不会减少 并且增加10% 夜战增强啊 神出鬼没 进入隐身状态 隐身状态 上下效果再提升10% 躲避 但是时间太短了 两三回合没啥用啊 这只宝宝看来看去 好像他妈的 我好 我好晕 到底是垃圾还是极品 对吧 你想想 他这两个技能都加强伤害 但是这个呢 是隐身状态 要两三回合才加 也就是加一两回合 然后这个技能呢 对吧 只有夜晚才加 这个高敏呢 对不对 又不是很好用 对不对 宫宠的话速度 咱们又不打PK 神兽就是任务宝宝吗 啊 然后剩下只有两个技能 可以选了啊 好像不是 特别极品的感觉啊